发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欧洲人开车 遇到一个大水潭 基本不会减速 而是直接大油门冲过去 这就非常的离谱了 但这也或许只是我们觉得离谱 他们自己或许觉得是正常的 看看这辆奥迪A6旅行版 你会觉得他们更厉害 当这辆车发动机进水 被从树尾中拨上来后 并不是直接进修理厂 而是直接在路边开始开水树里 所以要是一般人 恐怕还真不敢这样操作 最终好像就这样给他弄好了 要是你的A6你敢这样玩吗 再看看这辆小奔驰 同样的一脚油门先冲下来再说 在发现没有问题后 继续往前冲 根本没有什么慢速通过的念头 而最终他竟然神奇般的 顺利通过了这个水潭 但是这种好运 并不是所有车主都能碰上 这辆车屁股后面贴着奥迪RF4的车主 就是那个不幸的幸运 一开始他在通过水潭的时候 就好像有点异常 最终没有意外他遭殃了 开始我以为这是贴标RF4 但我在懂车的搜索后发现 原来RF4真的出过三项版本 那这可是绝版车型 发动机进水 那还不直接损失一套别墅 这就是贴标RF4的车型 但是我们这个车型